傅君豫武功极高,驿馆的暗卫自然也觉察不到她的到来。 她前进驿馆,云耀生果然已安睡于床。 她靠近床边,伸手拔刀,就要往云耀生的身上招呼。 云耀生一个翻身,堪堪躲过,两人很快便在房间里打起来。 云耀生,我杀了。 傅君豫好看,出手是招生狠决。 云耀生武功是高,但是也不敌傅君豫,眼看就要被傅君豫刺中,轻松这十手令暗卫托门而入。 傅君豫见到人来了,此之不能恋战。 朝云耀生奋力喊,见围挑过云耀生的手,他一转身,一跃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 轻松还想追,但是看到云耀生血流如珠的手便顿住脚步。 傅君豫则暗暗可惜,没能一剑将那云耀生给斩杀了。 云耀生,本王见你一次杀一次。 梅花庄 少爷,豫王的腿好了,昨日在豫王府屋顶和人过招。 好,那就有意思了。 我们要为花家昭雪,可要倚仗这位正直不阿的战神。 还有大皇子被诬陷这案,想要大败于天下,必定要与他合作。 那妖兽吃人之事,查得怎么样? 说来也奇怪,那妖兽第一次被传,吃了的那两个猎人现如今回了村。 还说是那妖兽救了他们,而第二次被吃的那两个猎人确实失踪了。 古怪的是,那妖兽还要村民交购,不然会继续吃人。 这妖兽必定有古怪。 第一次放出花家被图的传言,和大皇子夫君朗被诬陷的细节,是有人想真心帮花家。 而第二次妖兽吃人,则是那妖兽已被人控制,想借此控制舆论。 日后此人必有更大的阴谋,或许不只针对当亲皇帝,更会对整个龙孝国不利。 去,再查,总会查出些蛛丝马迹,再将此消息传给豫王。 与龙孝国百姓与利益相关,那豫王必定会插手。 记住,我们虽要查出花家被图满门的真相,找那狗皇帝偿命,但是不能损坏百姓与国家的利益,我们的底线与初衷不能变。 阿富明白,对了少爷,独王山那边有消息了。 什么消息? 万毒门主花千一被人从独王山带出来了,正往龙城方向而来,看样子花千一伤势甚重。 可还有其他人知晓此事? 带花千一出来的人很是谨慎,用了声东击西与调谷离山之计,所以除了我们的人,其他人应该不知。 暗中保护这两人,此人姓花当好生活账,也许是大小姐。 阿富就是怕是大小姐,所以一路暗中保护,此人身中重伤,必定是来龙城求医的。 待他身体稍有好转,阿富必会亲自去会会的。 嗯,那统领陆霄如何了? 一再返回途中,东西我已放入陆府,少爷放心。 此人武功高巧,杀人不眨眼,铁势心肠,很是谨慎,必定要小心。 告诉那些手下,在外行事要保护好自己,生命最重要。 阿富明白。 可搜集到和大皇子夫君郎有关的消息。 只知大皇子之前,与那秦太尾府的大少爷,秦少杰私交甚好。 秦少杰? 盛世,此人为人正派,嫉恶如仇,心思纯良,是一位好青年。 他日从文,若跟了明君,必定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。 那便想办法与此人联系上,或者暗地里派人保护。 既然他与大皇子有关,必定遭人惦记,想下毒手。 傅君郎嘴角一抹完胃,然后他便更靠近萧兰若,萧兰若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呼吸。 萧兰若就要羞死了,但是又不能让他看出来,只能强装淡定。 我是说王爷又不能陪我环游世界,王爷现在腿好了,想必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,而且王爷肯定医生只爱我一个女人吗? 看着萧兰若那认真可爱的模样,傅君郎早不知道萧兰若在说什么,直接俯身问住萧兰若。 萧兰若瞪大眼睛,瞬间忘记了反应。 傅君郎只觉得这感觉很美好,让他忘记一切不愉快,快乐得像一只小鱼。 萧兰若身上则很热,随着他的靠近,萧兰若更紧张,两个人都有些忘我。 房间里充满了暧昧、毅厉的气息,就在两人认真投入时,一领黑刀直冲傅君郎的脑门。 傅君郎撇过脑袋,单手斜下来那一刀柄,只见上面还绑着一张尺条。 傅君郎你这个王八蛋,别动我的女人,不然消息我废了你。 傅君郎阴沉地笑了想,看来云耀身的武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府里那么多侍卫竟然没拦住他。 但是,那又如何?放眼整个天下,还没有人是他傅君郎的对手。 竟然敢在豫王府西暖轩来赤裸裸地挑衅发出如此警告。 看来云耀身这个变态,还有这种偷窥的癖好。 谁啊,想爱杀你啊? 云耀身一直在西暖轩附近,他的目标是你,刚刚看到我们在,他暴怒了。 什么?那个变态还不死心呢?我可没有招惹他。 所以,还是本王每日睡你身边才安心,突然不知道那变态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 明日,你搬到我西暖轩,那里守卫森严,他必定不敢乱来。 这西暖轩毕竟太过偏僻了。 嗯,好吧。 对于自己来说,清白和小命同样重要,两人相拥而眠。 而云耀身回到使者驿馆,显至大发雷霆。 哄你个傅寻语,居然敢占我女人便宜。 想到刚刚那两个人,就要行雨水之欢,他的心竟烦躁得无以复加。 和萧兰若行雨水之欢的人,本该是自己,也只有自己才能睡在他身边。 男子谋色星红。 去寻一个女人来。 暗卫不明所以,陛下一向不计女色,难道是开窍了? 顾安慰很贴心的每种类型都寻了一个。 但看到一排排女人站在眼前,云耀身的眼睛阴沉得想杀人。 挑了一个有些像萧兰若的女人。 你,留下。 女子瑟瑟发抖,实在是眼前人太过可怕就像魔鬼。 过来亲我。 女子颤颤巍巍地过去,嘴唇还被贴上云耀身。 滚。 女子连滚带爬地跑了。 为什么除了你,真对任何女人都提不起兴趣? 云耀身的双眼似要喷火。 她到底怎么了? 自小引以为傲的自制力,此刻却溃不成军。 女人只会破坏她的计划,而且女人永远都只是累赘。 傅俊玉呢? 她如何能咽下这口气? 过尔半夜时,趁萧兰若睡着,傅俊玉命担惊她们在萧兰若门外守着。 她并往使者驿馆而去。 他对真是被月容的说 disease. 是 we should, Real的人也会? 且 我以为 ей来了,她服营了自己的城市。 我们应该给你对白病那些 dus。 这就是自己信了。 气候哪都有 Backstage的.. 我逻辑去 ProvHere! 宝 à偿的低人们在lic胎上耳门内疮过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